歡迎回到艾爾達電視跟著我們一塊來欣賞2015年日本公開賽決賽階段的轉播 在第二十八號壓軸登場的將是男子單打的冠軍戰將由來自中國的許昕要出戰的是日本的地主好手吉村真情 許昕當然也是去年人傳亞運會男子單打的金牌得主而且在今年的蘇州市井賽上面呢跟南韓選手梁夏瑩是拿下了混合雙打的金牌 在吉村真情的部分呢這一場比賽可以說是上演的大驚奇啊 包括說在上午的四場戰是打敗了中國選手尚昆獲得冠軍戰的門票也有機會跟隨隨隨隨隨隨隨的腳步把日本戰的冠軍留在自己家裡了 但是這個難度要過許昕這一關難度也是非常高的 對因為以排名賽排名的ranking來說其實許昕的排名是比較是高出的這個吉村一節喔 所以在其實整體的落差上面許昕是比較高喔 那麼但是早上的比賽這個吉村有這個自己的狀態尤其是在4比3打敗尚昆 尚昆的狀態也是相當的好在第一輪就擊敗了馬龍喔 所以以整體狀態來說其實尚昆並不差喔 所以在吉村能夠打敗他喔尤其是在4比3你要在Semi Final當中打敗中國球員來說相當不容易喔 對 兩位選手過去曾經有一次交手的經驗是在2012年的亞洲盃 當時呢許昕是直落三擊敗了吉村真情 當然距離上一次的交手也隔了有點久的時間喔 相對而言呢吉村真情也是日本新一代的好手喔 他的年紀相當輕 爸爸是日本人媽媽是菲律賓人的 所以是一個混血兒選手 那過去呢也曾經有這個全日本冠軍的紀錄 沒錯 真的21歲了 真的還非常年輕的年紀 也在大學生而已 年紀等於跟戴雨孝心是一樣的喔 對 那他的身材來說會帶給他比較大的優勢喔 那他後面其實這個一組就是有不一樣的加油方式 沒錯 在神戶的綠色體育館啊 有不少日本球迷就是為了這樣比賽啊 對 要留到最後 今年8月份的吉村才要滿這個22歲了 那在今年的公開賽部分呢 他的表現可以說是非常搶眼的 已經拿下了兩座男子單打的冠軍了 那其中一戰呢是在這個屬於Major等級的Shiba公開賽 另外在Challenge等級的Kororaisa公開賽 那無論如何呢 能夠在一年裡面拿下兩座公開賽的冠軍 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對 在選心的部分 今年試頂賽的單打是在16強止步 不過剛剛也提到了 在混雙的部分他是拿下了金牌 過去也曾經在世界排名串身上第一過 最近是被馬龍所超越了 不過如果說這一戰奪冠的話 下個月出來的是還沒有 就算說沒有辦法去趕過馬龍 至少也能夠縮小兩個人的差距 對 因為這個馬龍之前的在公開賽的紀錄 有一個非常長的五十幾連勝不敗 而且在世界錦標賽他拿下單打冠軍的時候 其實加分就加很多 所以短時間要超越他或許並不是太容易 但是一戰一戰喔 這樣是沒有機會 尤其是在這一戰馬龍是在第一輪 就對尚昆的暴冷擊敗出局 所以可能在分數上會被扣分了 馬龍在前一屆奧運的備戰期當中 也是寫下了國立桌總 這個最長連勝的紀錄 對 這次又來到奧運要開始備戰的週期了 所以這些中國選手也會出來 一定是要拿出最好的表現 沒錯 好比賽開始 第一局要由吉村真挺先來發球 許信呢當然是這個直拍很打的選手 而且是左手持拍就更少見了 第一球就來回蠻多的喔 比吉村在中後台的能力也是相當的高 這一戰的賽事當中他的正手進攻的感覺一直保持得非常不錯 對協調啊 因為他這整個正手發力喔 其實看得出來整個 腿啊以及這個腰的發力都不錯 哇第一局是連拿三分喔 所以讓現場這個加油道具敲打的聲音是不絕於的 地主才有的這個優待喔 沒錯 哇好球 這次出手的速度許信又加快啊 對 按照拉路一掛慢的喔 那麼吉村有機會防一板 然後再來反拉喔 不過這一方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吉村整個信心是蠻充足的 嗯哼 敢一開始就跟許欣打開來打相持球這個部分 又是在自己的發球之後立刻搶攻 就拉的角度相當刁鑽又往許欣的身體去擠啦 沒錯 插網之後 許欣雖然救了回來了 但吉村 嗯 沒有錯過這個機會 把這個幸運分給拿到手 對這樣這球是會跟對手稍微質疑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球是出到網子喔 去影響到了許欣的步伐 這球有點重的角度 想要往直線走 因為其實現在跟直拍的選手打 好 呃 如果反手衛這個 這個球都能夠凝起來的話 對於直拍來說是一個蠻難判斷的一個球 喔 其實反拉命容易很高喔 吉村 我分數上呢 現在許欣是慢慢追的上來 5比3 5比3 吉村今年在日本公開賽了 第一輪是先打敗了卡達的轉擊招手李平 接下來第二輪是擊敗了同胞選手丹羽孝基 接下來又打敗了尚坤 嗯 其實李平也是前中國國家隊的喔 所以實力也是相當的好喔 嗯哼 就等於是在一場比賽裡面了 連續打敗了兩位 只有中國選手 4比6 好 許欣也沒有讓這個吉村順利的把分數給拉開 許欣一個一個摳喔 直拍選手就是這樣喔 一球一球跟你算 所以你要馬上拉開也不太容易喔 好球 防守能力也不錯喔 對 是很像用推擋的方式 對 今天看這個吉村在場上的身體的表情喔 你可以看出他其實蠻放鬆 而且蠻有自信的 不管在攻不管在防 其實他都有保持他的一定的節奏 並不會說我今天遇到許欣我就刻意加速 或者是我就不敢出手 沒有因為對方世界海明比自己高速一節了 是不是受到影響 沒錯他還是持續保持他的這個吉球的節奏 因為也剛好要擊敗尚昆喔 早上這個4比3 所以他這個整個目前對於左手的線路 他也都能夠掌握得比較好 真的不容易喔 因為前一天的八強戰上面 這個吉村專情是碰到了蕭球手朱士賀 所以這場米在打下來 其實碰到各種類型的選手 都碰到了 蕭球啊 橫拍直拍啊 都遇到了 綜合能力喔 也不錯 對應該是獲得蠻好的磨練跟提升 對 其實打完蕭球是很累 整個換了順路的八球 8比5 D局慢慢來到後半段 吉村專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落後過 而且蠻享受在家鄉富老面前比賽的感覺 沒錯 這球發球稍微出台了一點 中夥隊已經拿下了前面三個項目的冠軍了 好 女雙 男雙以及女單 這邊接發球 想要往許欣的反手位走 正手位走 沒有成功 許欣比分還是摳得住喔 對 開局最多 吉村成友這三分的領先啊 但是現在來到後半段了 許欣咬得很緊 7比8 插到球網之後 這次是反彈回來的 沒有再彈過去 想要領得比較兇喔 想要趕快把比數擴大 如果第一局沒有拿下來的話 對於整個比賽的走向 會對許欣非常有力喔 嗯哼 第一局就是他能夠摸清吉村的打球節奏之後 以許欣的經驗來說就會非常有力 對 我在這邊揭發 馬上就想要上手喔 許欣 這次正手拉球掛網 9比8 所以在揭發的部分 好像對於吉村的發球看的不是特別清楚 密測喔 他這個有測下以及測拳的變化喔 許欣在第一個拉球拉出界之後 其實心中就是 一般來說球員都是這樣 第一個接的不好 第二個就是接的越來越虛 8比10 現在吉村真情逼出了兩個橘末點 看看他揭發這段的表現 但是他跟這個擰喔 就丟了兩三個人 儘管在一開局的時候 以擰靜了一個幸運的插網球 但這邊想要走斜線 並沒有擰靜 許欣先化解掉了一個橘末點 但是在這邊 改變了揭發的方式 吉村真情達到了第11分 第一局的比賽有驚無險 11比9擊敗許欣 現在在這場男子單打冠軍戰 1比0暫時領先對手 日本選手吉村真情 第一局的比賽呢 以11比9立刻中國 直敗橫打第一把交椅的許欣 第一局 許欣對於吉村的發球 其實接的並就特別順手 有機會可以直接翻出台搶拉的球 有幾個球都沒有把握上 比較可惜一些喔 最後吉村在第一個揭發失敗之後 在改變了揭發的方式 側切也拿下了關鍵的分數 第二局 哇這球 第一分就形成這樣子 正面台的對拉 哇欣欣很足喔吉村 嗯 這完全不害怕跟許欣硬碰硬 真的 因為一般的遇到許欣 第一板扛得住 第二板就扛不住 好球 突然發了一顆長球 也去擠到了吉村的身體 開局許欣是連打2分 先來打到他 打到他 機會球 有吉村 想要拉一個斜線的大腳 嗯嗯 上 再換回來這個逆側弦的發球 對 還是齊了 射球對許欣還是齊到的作用 現在主要許欣對於側下或側旋的比例上面掌握的判斷並不是特別清楚 好球 一半出台了 讓幾吋拉上來之後許欣再做反拉 4比 好球 許欣在拉的角度都是拉到讓幾吋比較難回擊的一個弱點 主要靠近身體要嘛就是拉開 分數的差距慢慢被拉開 輪到幾吋真情發球 換了一個發球的方式 是 不過許欣你想這個 以中國隊中國球員來說 他直接發球的應變能力很快 大概兩三個球他都抓得到你的旋轉 前一輪接不好馬上調整過來 下輪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不過吉順真情在第二局這分數是掉的比較快 好像變得有點緊繃 好球 正手的對拉 拔住喔 這就是其實我們剛剛雙打的部分就有提到這個 許欣的正手 你只要讓他跑動起來 你要在這個環節上要贏過他 並不是那麼容易 還是直接揭發這一板 先往許欣的身體送 再讓他修正一下 應該還是能夠掌握住 2比8 好球 這球如果連對吉順來講 也沒有這麼好拉起來 對 搬出台 來 結果在這邊吉順又錯過了一個機會 整個身體往前傾 想要去加壓攻一板 但反而是讓許欣逼出了局點 在這個局募點上揭發掛網的結果 許欣是11比2搶下比賽的第二局 很快就把雙方的局數給搬成了1比1的平手 吉村真情雖然11比9先搶下第一局 但是第二局呢 輸了一個2比11 當然一鄉請微信談談 在前一局許欣發揮這個差距最大 是在什麼地方 主要他對於這個吉村的這個發球 其實也比較適應 所以並不會像第一局 來的那麼有直接吃發球的情況那麼多 而且在進入相持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能夠掌握到吉村的整個拉球的旋轉 已經出現了 這個變成是說已經適應了他整個擊球的節奏 不過吉村今天真的是不怕跟許欣對攻 他知道如果再跟他控制前三板的話 好機會機會不大 倒不如直接我們就 進入相持階段 進入快一點喔 哇就是這個發球喔 想要再把角度發大一點了 結果是掛網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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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結果喔 這也是比較罕見的狀況 許欣這邊 也想要偷一個長球 但是力道過大 也送了幾存一份禮物喔 哇 哇遲發球 反而在第三局的前半段 雙方好像都很謹慎 發球這個 這個環節 都出了一些問題 2比2 哇擺住了 他主要現在 許欣喔 大概有 可以都能預判 這個吉村喔 大概要走什麼線路喔 什麼時機要走 都能掌握住了 所以就比較沒有 不會像D9這樣 直接吃太多 所以現在釘吉村的發球 是釘得很緊 對啊 半出台就先拉他 4比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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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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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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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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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 1 1 2 1 1 2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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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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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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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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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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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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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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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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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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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個大專體種經過評估之後也是 畢竟這是很多學生運動員蠻大的一個比賽 也不會輕易說就不去 只是說我們的整個準備要更充足一些 有些選手就等了好幾年就為了要打這個世大運 所以我也不會 我想也不會輕易的放棄 想像頭的問題國立周總應該也還在頭痛 因為下個禮拜也要去韓國啦 8比8 哇 跟第一局的戰況有點像 來到比賽的後半段 雖然說集村真情能夠強到領先 但是徐昕始終沒有讓對手把這個差距給拉開 8比8 這要可以盯一下半數台 來 還是抓到啊 因為這逆側拳的在發的時候手腕的力道控制 並不是那麼好控制 尤其是力量有時候會多了 因為你想要發的轉想要控制短 但因為力道上會大 所以摩擦的一躲就球很容易就轉出台 哇 這個球其實蠻危險的 好 許昕你看手已經基本擺好在半數台的位置要等了 拔球 這次集村出手的速度很快 其實身體要轉動的幅度還蠻大的 嗯 有點會擠到 但還是把球給送進 9比9 輪到徐昕的發球 哇 哇 好球 在這局一開始 長球有一次失誤出現 但是關鍵時刻 許昕還是有這樣的膽量 做這個嘗試 10比9 現在由中國好手許昕 搶先逼出了局末點 哇 好球 大膽的側身 側身哦 可以讓集村真情 B平的站直哦 哇 這個腳步的移動 非常迅速 對 而且側身是拉的直線哦 這真的移動的敏捷性 非常的快 10比10 現在 兩個人是達到Deuce 10比10 噢 發球還是要小心哦 集村在這幾輪的發球裡面了 有點驚險啊 嗯 發球 這個密側拳哦 要擺短哦 不是那麼好擺 好 當然是刻意加賺了 但是還是給了集村 上手進攻的機會 現在反倒讓集村真情 逼出了第三局的局末點 哇 大好的機會了 能夠拿下第三局的勝利 但是集村真情 一次殺高球的失誤 哇 也讓許欣呢 又把站局給扳平 這邊已經打到許欣被動的防守了 這球基本上扣上就有了 對 就是這麼近的距離 集村真情沒有能夠把握住 許欣逃過一劫了 現在第三局又重新燃起升機 嗯 球 哇 剛剛許欣這個準備測身的控桿啊 旅程也發現了 這第一個接發球 許欣這球處理不夠好啊 接高了哦 所以你一小半高 讓集村就有機會能夠選擇路線了 沒有問題啊 這還是紙板的一個基本的技術哦 12比12 哇 這局蠻關鍵的哦 發球之後全力測身的搶攻 又回到Deuce 現在發球權又回到集村真情的手上 好球 哇 好球 可以到了集村正手的大角度 許欣現在逼出了橘墨臉 哇 好球 許欣還是利用自己 正手還是拿下了這一分哦 對 發球搶攻拿分 許欣在第三局歷經了Deuce之後呢 是以14比12獲勝 現在在局數上面2比1 反超了集村真情 地主選手 地主選手集村真情跟中國好手許欣的對決 前面三局打完了現在 許欣2比1領先 不過第三局的確實 對集村真情來講很可惜 原本有機會啊 拿下勝利的 就錯過一個沙高球的機會 對 而且那個球其實在沙高球的前一板 其實就很精彩 因為車身 車身反拉拉 拉到了 拉到了許欣 所以才製造出這個高球 比較可惜沒有把握住 第四局要許欣先來發球 哇 他的發球搶攻 我在最近這幾輪的發球裡頭 對 都把握住 對 剛剛那一局讓這個許欣 我想信心會打折 對於集村的這個節奏 他會更明白 對 可惜了 這個球 也算到了位置 但差了一點點 1比1的平手 哇 發出台了 這段時間集村真情的發球 沒有開賽來得這麼有優勢 也是逆側選這個球 對 這前一局出現一次發球失誤之後 集村真情的整個落點都是 發得比較出台 對 3比1 在2分落後的情況下呢 日輪隊這邊決定要喊出暫停 我算是比較早喊 我這也是最近在國際賽上 我們常看到的趨勢 一旦發現產商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寧可早喊 不要等到 有到最後比較保守的這種喊法 今年在公開賽呢 徐欣也還沒有拿過 男子丹達的冠軍 我在去年呢 拿到了南韓以及卡達兩戰的冠軍 在集村真情的部分 當然今年日本選手國際賽上是相當活躍的 對 打得相當多喔 對 集村真情已經累積兩座的男單冠軍了 另外在市井賽也跟石川家純一路是拼到了冠軍戰 我當時在這個混裝的金牌戰上對手就是徐欣跟梁夏瑩 這個跨國組合喔 回到場上現在還暫時落給徐欣兩分 哇 這個角度實在太刁鑽了 這就是趴 哇 這球 鞋線這麼短的距離啊 他有正手的感覺喔 尤其是直拍選手來說 正手的能力就一定是比較高的 我這邊第三板的進攻失誤 也讓集村拿到第二分 好球 現在如果說這個集村能夠在發球這一輪喔 把發球的落點控制的稍微短一點喔 可以再製造一些自己的優勢喔 好球啊 連續進攻兩大角度 集村真情 把握住這兩個發球的機會了 現在4比4 分數也追了上來 今天的集村也都大膽的側身反拉喔 今天這個第一局能夠贏喔 然後現在比數還能摳這麼緊的 一個主要的地方 許欣的進攻 拉住 哇 角度夠開了 想要嘗試反拉 跟水晶技高一籌拿到了第五分 日本選手在中後台喔 這個手感都不錯喔 水谷啊 這個丹羽啊 之前的這個 暗川喔 在中後台的能力都不錯喔 都能夠 有時候在後台都能兜上 然後再製造自己反拉的機會喔 今天在日本公開賽這幾位名將也都有參與喔 不過反而最後殺進八強的是集村真情 還有另外一位年輕小將 春松熊斗 嗯 小球的 哇 又是出台 哇 能力啊 這個就是基本的 許欣的正手的能力啊 四兄弟 拉到集村的反守衛耶 拿到分數 封棗球 現在發球可以發短喔 對於集村就比較有利了 對 第一局其實就靠著他的發球 拿到不少分數 7比5 假如他的發球狀況能夠找回來 繼續帶給許欣麻煩的話 這樣比賽會更有看頭 對 7比5 第四局的比賽慢慢來到後半段 發球得分 直拍可以運用的手腕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在發球的旋轉上面也會比橫拍來的強 所以往往都是要多準備 也是兩個發球的直接得分 剛剛追的相當辛苦 這兩個發球幾出沒有把握住 使得差距又被拉開了 好 許欣這邊也一樣 在接發的時候好像碰到一點當機的狀況 自己也是 還在想 對 這兩輪接的不是很好 哇 反了 差距回到兩分 是輪到許欣的發球 這也考驗著集村真情調整的能力 哇 許欣 貼到了護欣的旁邊 還救回來 哇 哈哈哈哈 這球真的是太精彩了 哇 這球集村就算掉分也輸了沒話說了 對 我們再看一次 高球之後幾乎是推到護欣的旁邊了 球救回來之後還能反拉 而且這球還跑過頭 對 許欣本身在後台的跑動能力就大 手長 所以照顧的面積又蠻寬的 真的是神乎奇蹟了 還能把這一分給救回來 把這球真的被許欣救回來 真的集村也沒氣 對 最後一個白卵的失誤 也讓許欣 是以11比7拿下了第四局的勝利 現在在這場男單冠軍戰上了3比1領先對手 2015年日本公開賽男子單打冠軍戰 中國選手許欣 現在是3比1領先地主的集村真情 剛剛在第四局的後半段 9比7的時候 許欣神乎奇蹟的救球 讓他逼出了局末點 同時也讓集村真情的士氣 真的嚴重受挫 那球沒有拿下來 對集村的信心來說差很大 而且許欣等於是說死裡逃生 要看接下來這一局 看集村能不能反過來 1比3的落後 等於退無可退 如果這一局再輸的話 就要讓許欣帶走冠軍了 這球好球 去做了一些旋轉上的變化 不過最後集村真情 這一球想走直線 打出界了 許欣在第5集先持得點 而且接下來 看來又自殺了 對 集村的發球掛網 剛剛那一分的影響可能還在 還在 打合一聲為自己提氣 哇 來 許欣掌握了場上的整個節奏 對 也沒有打算要讓對手緩過來 通常這樣子 就是 你救回一個很漂亮的球 對於自己的信心 無形當中提升很多很多 就覺得 哇 這球你都打不死我了 那其他的更不用看了 所以就看集村這邊是不是也能有一些好球出現 把自己的氣勢給找回來 在這邊這一板領得漂亮 1比3 1比4 1比4 3比4 哇 又是貌高的球 結果集村並沒有把握住 這次的出手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時候就是 整個人喔 並沒有再緊湊一些 因為那個球其實高了 那集村在出手的時候也盯得沒有太緊 一方面喔 一方面喔 整個是說 信心有點跑掉 所以影響出手 哇 這邊又被許欣給防了回來 一定是全力去發力的一板啊 哇 反手拉起來竟然被一個直線的反拉 對 因為你想這個角度已經夠大了 可是對許欣來說 對一般人來說或許可以 但對許欣來說是不夠大 畢竟他的身材是相當高大 對 而且手長腳長 手長腳長的 這個 面積喔 真的太大了 所以剛剛集村好像氣勢要起來的時候 又被許欣澆了一桶冷水 無比 最球 基本上把握住了 這一段期間 集村的揭發 如果是白轉的話 很容易就讓許欣有上手進攻的機會 很貴 所以許欣現在基本上贊助了場上的優勢 哇 這是在檯面下的家轉 沒有晃到 對 這是沒有被騙到 拿到第二分 對這個球的慢動作看起來就是 動作做得相當完整 有把整個摩擦的角度 摩擦的線路 都做得更多 還有四分落後 哇 漏掉了這個球 發了一個長球要跟許欣直接拚了 因為這個球有突然性啦 所以許欣也只能往斜線走了 而集村剛好就等在那個地方了 嗯 把這時候 許欣 決定要喊出暫停 來到場邊 跟劉國王教練 再討論一下對策 已經丟兩個啦 所以也是很快一點 跟前面一局 其實吉村也是在比賽的前半段 就喊暫停 也一點點 一丟第二個的時候 馬上就喊暫停 比賽來到第五局 現在許欣還是未有領先 但是不敢大意 這強比賽看下來 吉村真挺確實實力進步蠻多的 主要他不 雖然排名比較低 但是他的心態保持不錯 不太膽怯 雖然說是低 不過六月份也是排在第30名 而且這一戰又能夠殺進到決賽 所以下個月 這個最新的排名公佈 應該又能再往上提升 可能會有進步實名的空間 對 一系列打敗的選手 其實系列排名也都不比他差 包括在前面是打敗了唐鵬 對唐鵬也比較好 香港老將 那另外朱士賀其實排名也是比他高 對 哇好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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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 反應時間很短喔 對 逼到了徐鵬的身體 好球 這球要打進其實也要冒著一點風險 嗯 好球 哇在徐鵬 前騎板進攻的情況下呢 吉村 還能把這個球硬拉回來 這腳步退得也夠快 嗯 跑動能力也不錯喔 吉村 不過剛剛 這個 徐鵬的注意力 到感覺上沒有像一開始局那麼緊湊 嗯哼 要再集中一些喔 兩分差的比賽 輪到吉村真情發球 嗯 哇 其實原本前面盯這個半出台 出台球 已經都做得很好了 對 還到比賽中段這邊喔 這邊跑掉 對 手的感覺鬆了 嗯 所以現在有時候中段你就可以感覺到這個球員集中力還在不在喔 嗯 想要等在桌下 加賺了機會耶 結果 直接是送出界 哇 這一局一開始原本徐鵬有著蠻大幅度的領先喔 對 但是卻被吉村真情追了上來 7比7 我想現在這個 比分才是徐鵬想要的 可以緊湊一點 哈哈哈哈 不然前面可能一下拉太開 現在皮繃緊了對不對 對 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 前面會鬆掉一下 那等到比數一追上來 那個 就重新的再來一次 嗯 集中力喔 對剛剛 終止了剛剛吉村連拿四分的攻勢 8比7 吉村 嗯 其實在第四局第五局蠻多這樣子的嘗試喔 擰喔 今天大概命中率大概一半啦 嗯 直接擰直線這個部分大概命中率大概一半啦 擰靜對徐鵬產生很大的殺傷力 失誤就直接送分啦 現在7比9 好球 還是半出台盯住 這個皮一繃緊的效果相當好喔 徐鵬連桿三分 現在也逼出了冠軍點 在 綠色體育館的球迷呢 也是幫吉村集氣啊 希望他能夠度過這次的難關 哇 最後 這個半出台的球 吉村真情沒有能夠拉上來 也讓 許欣在7比7之後呢 連拿四分 以11比7 搶下比賽的第五局 最後也以4比1的局數 擊敗了吉村真情 許欣拿下了今年賽季的第一個公開賽的冠軍 在日本戰風王 而在比賽結束的同時 還是要請偉先來跟我們談談 這場球許欣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好的 那麼許欣其實在整體實力 在高出吉村真情的情況下 其實他只要發揮自己本身的實力喔 其實基本上就非常有機會拿下今天的比賽喔 那麼也如這個許欣整個技術特點喔 以自己正手比較有較大的優勢的情況下 也發揮得不錯喔 所以今天這場比賽 也算是其實蠻正常的結果 但吉村喔 其實在這次系列賽的整體表現也相當的不錯 只是比較可惜喔 在對於這個發球的這個部分喔 發的出台的倒是比較多 讓那個許欣都有第一板直接接發球起板的機會喔 其實這個球如果能夠在發球上面 再控制更嚴密一點的話 可能戰局或許會有不一樣的可能 當然中國隊呢 在許欣奪冠之後也包辦了四個項目的金牌 結束了這一戰之後呢 下個星期我們會繼續為您帶來韓國公開賽的轉播 請您要繼續鎖定愛爾達電視 我是吳申甫跟身邊的球評黃宇晶教練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